好 应该暂时没有人进来了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 我们在开始之前 首先大家先一起做个祷告吧 主日苏我们感谢您 我们非常的有幸能够学习一个 经典的药理问答 我们非常的感谢 在我们之前的人 他们是用自己的生命 来守护自己的信仰 也发展这个信仰 让我们今天的人 可以成为受益的 在恩典下面活着的一群人 甚愿我们抱着一个温和的 情味的心 来学习这部经典的著作 也求主借着圣灵 能够对我们的心说话 愿这个药理问答 成为我们个人 以及教会的祝福 谢谢主 求您祝福我们今天的主日学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祈求 阿们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麻烦大家 为了录音的效果 可以先把自己的麦克风关掉 然后待会儿大家如果 有问题或者是有comment 可以随时的来 在这个过程里面 来提问 但是如果没有问题 请大家暂时先把麦克风给关掉 我们这一期的主日学 要学习一部 非常 非常经典的著作 叫做海德堡药理问答 然后这本书呢 是写作于1563年 所以到今天已经 不到500年 但是超过400多年的历史了 然后 代强长老他准备了非常多的资料 然后每一节课呢 都会有不同的老师 来给大家介绍讲解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主要是 对这个药理问答的背景 它的历史背景 它的作者 结构还有一个像引言性质 统领全书的这样一个 主日一主日二 进行一些介绍 那很多材料是 代强长老准备的 然后还有一些材料是 从网络上 主要是维基百科找到的 所以假如说在这个历史背景上 和作者上 有什么讲的不准确的地方 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在 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一起来学习 来给其他的弟兄姐妹 介绍和更正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药理问答产生的历史背景 它是诞生于宗教改革时期 我们知道宗教改革 是由马丁路德发起 在他是从1517年开始 这个95条纲论 反对天主教 由此而开始的这样的宗教改革 那他是在宗教改革 开始大概大约半个世纪的 大约半个世纪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出现了这本药理问答 今天徐牧师他讲到的时候 讲到了一些就是 有关教会分歧的问题 实际上这个 实际上 这本药理问答 它也是 它也实际上是产生于分歧 在它产生出来之后 写出来之后 也引起了一些争论 所以我们可能不得不去介绍一些 这个历史的背景 但是我想我们介绍的目的 不是为了让我们去评论 以前人的一些观点和做法 我们可能实际上没有这个资格去评论 因为他们都为宗教改革 有人在 请放大点 好的 这样好 谢谢 他们实际上都为宗教改革呢 做出了自己的牺牲和贡献 并且在客观上确实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所以我想我们介绍一些分歧和 甚至说路德宗内部和改革宗内部的一些分歧的目的 不是为了让我们去评论 而是说我们如何去用它来去给我们自己的生活做一个借鉴 另外在这些事情背后 我们实际上能够能够看到神的手来去做工的 那首先其实这个宗教改革它的开始就说这个与天主教最主要的分歧实际上是在阴性称义和得救的确据这个点上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天主教那个时候给大家的一个想法就是说 普通人他不能够有得救的确据 我不敢说他是不是否认隐性称义的 但是天主教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在那个时期的一个想法就是说 一旦人有了得救的确据他就不会再追求成圣 我们一定要说有一个出于就是根据那个时候天主教这些这个这个怎么说呢 统治者的想法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惧派的心才可以持续不断的修正我们的行为 但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有了这个有了这个恩典 我们知道自己一定可以一定可以得救这件事情 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追求成圣 那实际上在这个背后有一些政治的因素 宗教改革是出自于神圣罗马帝国 在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我们知道他是 有数条纲论是反赎罪券的 但是在那个时期赎罪券和十一岁 是冲国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资金来源 所以说呢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这个当时宗教改革是一定会被打压的 而不一定是出于圣经的 就不是说不是说这个打压是出这个打压不一定是出于圣经的 但是由于阶级的利益和其他一些 呃内生的矛盾他是一定会被打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呃这这里面就是一个简单的呃这个宗教改革的一个呃 就是简单的梳理我们会提到几个人首先当然是呃非常伟大的 马丁路德他在1517年呃写了这个95条 就是要刚论反反对天主教那个时候已经可能就是走的太远了 就你要花钱买赎罪券 然后由由大老爷决定你可不可以得救 呃在1521年呢就是他这个当然是已经引起了社会上非常大的波动 在1521年呃查理武士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跟马丁路德开了一个会 那当然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会的结果就是马丁路德会被判为异端 在当时实际上如果你在现场上被判为异端的话是可以被烧死的 但是那个时候呢马丁路德是被保护起来了 嗯被一些就是支持他的区域的领主保护起来 呃然后在瑞士呃苏黎世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也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跟马丁路德同期的宗教改革家 呃在苏黎世开始呃 进行宗教改革 徐牧师曾经给我们介绍过马丁路德他有一个在在在疫情的时候呃他没有选择离开 然后他选择了留守 其实所以所以你做了同样的事情在1519年的时候瑞士发发生了非常严重的黑死病 然后茨云他当时是苏黎世死了三分之一的人 然后茨云黎选择了留守 而且他还他他还得了这个病 然后他就但是呢上帝拯救了他从此以后他就呃可能改变了他心里的一些想法 他也见见见见了这些底层人民他们悲惨的命运 所以他其实在宗教改革上他不仅仅是把宗教改革当成一个宗教的改革他也在去在在阶级革命上可能他也有自己的一些一些一些想法 那在后来加尔文可能也就是受到了不是可能了就是确实受到了很多的影响 在15136年写了我们现在都了解的很出名的基督教教义 那我想其实着重的介绍一下莫兰顿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是我们所要讲的海德堡药理问答的作者的老师 然后莫兰顿他比马丁路德要小 可能在历史上他会被认为是马丁路德的一个副手 他的确是 但是实际上这个人是非常的 应该说是著作等身 他对神学的这种认识非常的非常非常非常的透彻 我们知道1521年马丁路德是被判为异端 但他没有被烧死 他被保护起来了 然后当时的查理武士呢 我们今天不重点介绍这个人了 就是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武士 他因为一直内忧外患其实蛮多的 他一直在打仗 所以呢他也想去平息 就他没有武装力量去平息 当时没有武装力量去平息这个路德宗的这个反抗吧 所以呢他就想和谈 所以在1530年呢 他组织召开了这个奥格斯堡帝国会议 那在这个会议上 莫兰顿他起草了一个奥格斯堡信条 然后一共有28条 然后这个信条其实后来是作为路德宗的一个不能叫行动纲领拜 就是一个一个交易这样的非常写得非常好 但是呢这个1530年这个会议其实也没有谈成 就这个查理武士也不同意这个奥格斯堡信条 但是呢借于那个时候一定成立了一个 施马尔卡登联盟这个一个军事联盟是可以和他对抗的 再加上那个时候有外患 所以这个仗是没有打起来 那在同一个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在瑞士我们知道 茨云里一直在搞这个宗教改革 在1529年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施马尔卡登联盟那个时候 联盟还没有太形成 没有叫施马尔卡登这个名字 但是呢希望把改革派内部能够同意起来 一致对外 但是呢就是 茨云里当时跟路德针对圣参是有一些 有一些争议 他的主要争议就是那一句这是我的身 就是在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是一张 耶稣他所说的这是我的身体那个式子 路德他是认为我们在领取圣参的时候 基督的肉身是临在的 但是茨云里他不同意 不认为是这样 我们今天可能 可能那个想法更接近中性一点了 就是可能基督的身体 没有在那杯酒里 没有在那个饼里面 但是呢 茨云里他不同意这个 然后所以在那个时间 他们俩没有达成一致 然后所以在1531年的时候 在就天主教的当时一定是会 打压这股革命力量的 无论你说他是宗教革命也好 还是社会革命也好 一定会打压这股宗教力量 所以在1531年的时候 茨云里因此就 他是他是战死的 然后他说了很著名的一句话 那杀身是出自于圣经的 那杀身体的不能够杀我的灵魂 在实际上在茨云里死后 他对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莫兰顿 实际上是这个 路德宗的嘛 但是茨云里的死对莫兰顿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他开始去 重新思考一些问题 在奥格斯堡信条的时候 他还是坚持这个 有这个耶稣的灵 就是耶稣肉身的灵在 但是后面他的思想 有一些转换 然后就又引起了 应该说新一轮的这个争论吧 然后在查理武士呢 他做了58年的皇帝 这个人一直都想搞 这个欧洲大义统 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动力 一定要保守天主教 在神圣罗马帝国的稳定 因为他觉得那是一个 可以做一个文化传统 而且确实能够给他带来 很多的军费 通过这个11岁也好 通过赎罪券也好 在马丁 我们看到说 马丁路德是1546年死的 在1547年 查理武士 他就终于是从 所谓的外患里面 同出手来 跟 就这个在 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 这个什瓦尔卡尔登 施马尔卡尔登联盟 打了一仗 然后打赢了 所以暂时的来说 这个改革就被 就被 就被压下去了 但是呢 到了1555年 法国 实际上我们知道 法国是天主教 但是他的政治立场 肯定跟查理武士 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来打 神圣罗马帝国的时候 就跟 路德宗合作 然后相当于是 不仅是打败了查理武士 而且查理武士 后面就退位了 然后他们签署了 这个 奥格斯堡合约 这个奥格斯堡合约 他 承认了 奥格斯堡信条 然后教从国定 我们今天以为 可能是不是要 教随着 这个神圣罗马帝国来定 其实不是的 那个只是一个 联邦制的国家 所以 更好的翻译 应该是 教从联邦定 也就是教从领主定 就是 施马尔卡登 联盟 他们的领主 可以自己去决定 自己的 教区的信仰 那这个时候 终于 路德宗是合法了 并且能够承认 这个 奥格斯堡信条 我们刚才说了 写奥格斯堡信条的 这个人 是我们本书作者的 老师 然后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主要是这个 路德宗 路德宗也好 改革宗也好 和天主教的 一个主要的区别 那 我摘录了一点点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不知道今天 是不是这个 奥格斯堡信条 只在 路德宗里用 如果是这样 我觉得还挺遗憾的 因为 我自己感觉 他写的 其实非常好 大家 也比较短 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我在这里边 摘录了几条 首先他说了 论 就是讲 讲到顺服 很明确的 他说是 因为赦罪和称义 是由信而得 那在教会的礼仪方面 有一些礼仪 这个是 就应该说是 教会 秩序有益的礼仪 是应该遵守的 但是 获取恩典 用山公书 罪而设立的 各种礼仪 是无益 并且与福音相伪的 然后论到自由意志 我觉得他在自由意志上 其实论述的是 很深刻的 人的确有自由意志 并且在 行若观世俗 和理智之内的事情 的确有我们 的确有选择的自由 但是如果没有 上帝的圣灵 人的意志 是没有能力 去行上帝的义 和属灵的义的 因为属血气的人 不接受上帝 圣灵的事 所以 其实 他的那个 从那个二十八条 也就是说 这个 这个路多宗的 这个基本信仰来看 首先是承认 因性称义 而且是说 我们人 在 因为阴性 其实可以生出来 感恩的心 来继续的来 追求成圣 那 后面我们 所介绍的 这个海德堡 药理问答 实际上是 和这一条 脉络是 非 应该说 是他的一个传承 那我们接下来 就来介绍 一下 这个 我们要学习的 海德堡药理问答的 在半个世纪以后的 很多背景 我们刚刚提到了 一些这个 这个分歧吧 也提到了 实际上这个 莫兰顿 他后面 尤其也在 路德 他去世之后 他的想法 有一些 实际上有一些变化 就在 在 在这个 基督临在的 这个问题上 所以呢 就产生了 在路德宗内部 以及这个 路德宗和 加尔文宗 产生了 很 比较 比较 比较大的辩论吧 在那个时间 然后呢 在 神圣鲁马帝国 这个领区 叫做 普法尔茨 他的领主 叫弗雷德里克三世 我们一会儿 还会介绍到这个人 这个人应该说 他不止敬贤 而且很有领导能力 也非常的 有智慧 他在处理领区 他本身是个路德宗 但是他在处理领区 内部的 辩论的过程中 学习 就是他真的是 接触到了 很多这个 加尔文宗的东西 还有莫兰顿 他后面的一些著作 他的心就渐渐的 去倾向于改革宗了 但是呢 他没有在他的领区 去说 我们必须要 要 要 要接受哪个 要去信哪个 而是他选择了 我们接下来看 是一个曲线救国 但是可以去 扶底抽新的一个方法 他当时希望创造一个 有利于解决 希望分歧 的教母材料 用于教导 青年和 儿童 也就是说从教育 来去解决问题 这里面说 他去解决想分歧 实际上 他首先来做的 我们后面看到的 一件事情是 引入不同观点 或者说引入 改革宗的 这样的一些领袖 来海德堡大学任教 然后给他们 这个任务 就是写一个 针对 反映改革宗信仰的 这样的一个 要理问答 然后他把这个任务 交给了非常年轻的 两个人 这两个人都不到 三十岁 一个叫塞加利亚 沃尔西努 是我们待会儿 要介绍的一个作者 然后另外一个叫 加斯帕雷 俄利维 然后后来 在这两个人 去世以后 大家在整理 他们的手稿时候 发现其实主要作者 是塞加利亚 沃尔西努 所以我们今天 来介绍一下 这个作者 我想介绍 这个作者的 主要目的是 我们其实刚才看到说 神的手可以推动 历史的进程 但是同样的 在一个宏观叙事的条件下 个人的选择 或者说神对个人的 这种带领 是会对一个时代 甚至我们今天 造成很大的影响 那这个沃尔西努 是现在这个地儿 在波兰 但当时是德国 他是出生于 这个小城市 他父亲是个家庭教师 所以他有机会接受 相当于 咱们现在说的 home school吧 然后因为他 非常非常的出色 然后他的父亲 也把他引诞 给了一些贵族 所以他15岁的时候 有机会到 维腾堡大学 跟莫兰顿学习 然后他跟莫兰顿 学习了七年 一直到他22岁 所以是就也见证了 应该说也见证了 莫兰顿他思想的一些变化 也见证也学习到了 很不管是 应该说他学的很很多 就两方面他都学到了 然后在大学毕业以后呢 他就回到家乡 但是不到两年就离开了 主要原因就是 他的家乡是 因为他的一些 信仰又产生了一些 辩论吧 应该说 就是因为他的是 有一些倾向于 这个加尔文宗的 这么说吧 所以他1560年的时候 就也没有什么办法 就离开了家乡 但是他这是他自己 我们后面可以看到 是他主观的一个选择 所以就来到了 就慈云里 做宗教改革的那个地方 苏黎市 所以当时的一个 改革宗很有名望的 神学家 彼得马特来学习 然后这件事情 实际上成为了 他返回德国的原因 就这个 莫兰顿也好 彼得马特也好 应该都算是 这位年轻学者 沃尔西努的贵人 然后他虽然离开了 但是后来他又回来了 然后这个呢 是对门作者一些 就考史学家的一些 根据他的一些手稿 然后 有助于让我们去了解 我们作者是个 什么样个性的人 以及当时实际上 发生了什么 这个 这个是莫兰顿 当时觉得弗拉奇 弗拉奇是 路德宗的一个 一个领袖吧 然后 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 就是莫兰顿 他后期的一些想法 有做转变 然后所以引发了 路德宗内部的一些辩论 莫兰顿觉得弗拉奇 对于交易的关注 少于打败他的 这样的一个关注 要么就让莫兰顿 继续的在 路德宗的阵营里 要么就 要判他为 异端 所以这些的争论 导致沃尔西努 他觉得他 绝对不要在聚光 让自己 曝露于聚光灯之下 然后底下的这个是 沃尔西努 他在选择离开家乡 离开德国的时候 写给他输入了一封信 他说我很高兴 能够离开我的祖国 因为他们 就 我的良心不允许我 放弃 对信仰的这个坚持 如果 我们也知道 那个时候 这个莫兰顿 刚才我可能没有提到 莫兰顿刚好是1560年的时候 去世的 这是 我想也是上帝的 可能真的是 很神奇这件事情 如果我的老师还活着 我会去找他 但是 他过世了 所以我决定去 去苏黎世 他们是 敬虔的 通达的 所以我希望 与这样的人 为伴 然后他写了这样 一个 一句话 至于其他的 我相信 神会供应 那我们知道 当时彼得马特 我想他也是一个 慧眼识人的人 他其实 马尔西奴没有随他 学习很长时间 60年去了 他61年实际上 又回到德国了 只是那个人认出来 他是个人才 所以当 福德里克三世 他想去 从国外 请一些改革宗的人 来填充他的 就是应该不是填充了 就是 在让他的大学里 有不同声音的时候 他很自然的选择了 去苏黎世 可是当他请到 这位学家的时候 这位神经病人说 我 我实际上太老了 所以 我推荐这个年轻人 也是你们德国的人 来回到这个学校 那当时 沃尔西奴也很 很纠结 因为他 刚出来 然后 又被老师 给叫回去了 他 就说了这个 说 我很希望 躲到一个角落里 然后希望能够在一个 呃 安静的乡间来 来生活这样的话 但是他 我们知道后来 他实际上 没有 没有这样做吧 嗯 还是就 也有神的手在里面 他回去了 就回德国了 那我们接下来 呃 来介绍一下 海德堡 药理问答的 基本的内容 首先 什么是药理问答 呃 药理问答的原意 是口头的教导 是基督教历史上 教育儿童 呃 其实主要是儿童 呃 也包括成人 基督信仰 基本规范的 范本 他是以问答的形式 提出问题 并给出解释的标准答案 学习者要求能够 背诵 呃 在教导这个孩童 药理问答的一些方式 你知道 其实这就是这个孩子 在在在背诵的一个图片 然后这个是可能在家 一 一的家庭教师 或者是他的妈妈 在教导这个孩子 呃 药理问答 那在呃 中国 其实也是有药理问答的 好 那我们终于可以开始来介绍这个海德堡药理问答的 我们知道他实际上是产生于神学辩论 就是路德宗和改革宗的神学辩论 呃 但是呢 他的内容是着眼于信仰的确实呃需要的 然后 非常的有有有有教母性 然后在在历史上 他也是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 奥格斯堡信条之外 被签署任性最多的信仰文件 呃 徐牧师也提到了 他实际上是加尔文宗 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员答之一 之所以这么有影响力 是因为他确实确实的是完全回归圣经的 呃 在从在神学上来说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正 呃 他有七百余处影圣经经文 我们后面会看到他继续 几乎是每一句都引述了圣经经文 和信心呃 第三部分是我们人应有的感恩和回应 从八十六到一百十九 所以其实来说不管 我们今天就说也就是这个 这个路德宗也好 这个改革宗也好 他们对 基确信仰是一样的 就大家都是坚信 因信 诚意 然后是我们人在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恩典之后 不是凭我们的行为 再去再去追求成圣 再去追求神的接受 神已经接受我们了 而我们在经历了这个救赎之后 使我们人生有了新的目标 而去追求成圣 而去 而不是说去追求成义了 是追求成圣 来去回应我们神的恩典 在这一点上 其实是完全 这个没有任何的差异 是一脉相承的 好的 那我们现在来进入海德宝药理问答的主日一 头两个问题 你可以看到 他没有从神开始 而是问了一个直指我们个体 直指人心的一个问题 他首先提到了一个词叫做安慰 第一个问题是 我们无论是生是死 唯一的安慰是什么 那我想就是在我们看这要题的答案之前呢 我当时自己在思考的问题就是说 什么是安慰 因为我觉得 就不是我觉得了 就是今天我们把安慰这个词 安慰当然是温和的 但是我们今天把安慰这个词已经 可能弱化到一个地步 就是说 他是软弱的人需要的 他是当然我们人是都非常软弱了 对但是好像把这个词描述的非常软弱 他只是一种精神依靠 改变不了什么事情 就好像说一个小孩摔倒了 你可以去替他擦干眼泪 但你也没有力量去把他给扶起来 但事实上呢 在中世纪 我们知道这个 他是德语写的 德语的安慰 其实不是那个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安慰是什么意思 在那个时代的德语 这个安慰当然是非常温和的 的确要帮你擦干眼泪 但是他实际上是来源于一个人的名字或称呼 通常是给予当一个兄弟姐妹死后出生的孩子的 来自德语 我不知道怎么读 可能念臭死吧 的安慰 是在中世纪德语的意思 是信心跟信任的意思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 后面我们还会 根据这个答案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安慰是会带来生命的 是不是说只是拍拍你的肩 跟你说没事了 他是真的让你没事了 然后同时他也带有信心跟信任的意思 所以这个词他不是一个在当时的意思来说 他不是仅仅是一个精神力量 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 而是一个确定的 因为你又有了一个孩子 因为你可以有信心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第一问的回答 我们再生再死 唯一的安慰是什么 这个回答非常有力量 我无论是生是死 身体灵魂皆非己有 而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 他用宝血完全补偿了我一切的罪债 并且救我脱离了魔鬼的一切权势 因此他保守我 若非天赋允许 我的头发一根也不会掉下 他叫万事互相效力 使我得救 故此他借圣灵也使我有永生的确信 并且使我从此以后甘心乐意的为他而活 我自己读了还挺感动的 他实际上是从三个方面 对圣父圣子圣灵 对我们今天传的福音 有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阐述 所以我建议大家 其实可以把它给背下来 我们接下来可以一句一句的来 稍微的来看一下 首先是说 在这里面他每一句都有引述圣经的经文 然后我也非常鼓励弟兄姐妹 我们可能没法把每一句都给大家念一下 我觉得这个作者非常厉害的一点是 今天有很多人可能是用圣经去证明自己的观点 但这个作者他完全不是 如果你去查考他去引用的圣经 你会发现不仅那声逻辑性非常强 而且他实际上是用自己的话来证实圣经 我不应该这样说 应该说他所说的话是非常合圣经的 他绝对没有说用圣经来证实他自己的一些想法 而是真的去定义查考圣经 来去总结出来圣经的真理 首先第一句就让我们去见到说 我们生命的主权是在神的 我们无论是生是死 身体灵魂不是归我们自己所有的 而是属于神的 他提到了父神主权的这个问题 比方说我们看这一句 在罗马书14章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活 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死 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同时在从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 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因为你们是中价买来的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所以他第一 虽然说这个第一个问题是指向人的 但他实际上第一句话开宗明义 我们个体的生命的主权实际上是在于神的 并且有大量的圣经来向我们教导这一点 那了解了我们主权的之后呢 他又提到说我们实际上是陷于罪里 他用宝血完全补偿了我一切的罪债 并且脱离了魔鬼的一切的权势 他其实是描述了当时 可能也是现在一个实际的情况 就可能这世界还是有魔鬼的权势 所以我们人还是很多人是活在罪里的 这就是一个这样的描述 但是耶稣他有力量 并且已经成就了 就我们脱离魔鬼一切权势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我自己非常的喜欢就这两句话 就说我们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 我们为什么是奴仆 因为我们犯罪了就是罪的奴仆 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 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 你们就真自由了 这个自由实际上不是随心所欲 因为我们所谓的随心所欲 还是在做罪的奴仆 而是说耶稣他就我们脱离了魔鬼的权势 给我们的自由是我们不需要再活在罪里 我们其实有这个力量 靠着耶稣不需要再活在罪里面 而且在希伯来书他也说到说 儿女既同有血肉肢体 耶稣他照亲自成了我们这样的血肉肢体 并且受了我们可能大多数人都没有受过的罪 且要借着死 败坏那掌权的就是魔鬼 并且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 所以说我们的身份 我们个个体的一个应该说个体的命运 已经被耶稣因为救赎的力量而改变了 那么接下来又看说他 大家能看到吗 不知道怎么把这个 那你们先这样吧 能不能把它 好 因此他保守我 若非天赋允许 我的头发的一根也不会掉下 他叫万事互相效力 使我得救 在这里面他所说的这个保守 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的 没错 但是更重要的是 他实际上是点出来我们个人的 应该说是最终命运的一个终结 就是他会在这里面说 他会保守我们直到永生 我父把羊赐给我 他比万有都大 谁也不能从我父里 把他们夺去 我以父缘为一 所以确实这是一个人信心的来源 就是说不管你在 你今天已经脱离了魔鬼的权势 纵使这个魔鬼还是在对这个世界有权势 但你已经脱离了 而且你在你这个人生的终点 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孔子说为之生焉之死 其实我们说这句话可以调过来 为之死焉之生 我们今天已经知道我们如何死 就像耶稣知道他为何而死 如何死一样 我们和他一样 我们也知道了 他保守我们 所以知道了这一点 我们就也相信若非天父的允许 不只是我们相信 圣经也这样应许我们 我们的一根头发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所遇到了每件事情 万事互相效力 倘若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 我们是爱神的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一处 使我得救 那我们人生所遇见的每件事情 providing that 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 是遵行他的旨意的 那这每件事情实际上是 为着他已经保守我们 应许我们的这个 不会从神那里离开 并且脱离恶者的结局来服务的 若非天父允许我的头发 一根也不会掉下 我们应该对这段经文非常的熟悉 并且我们的头发已经也被神 数过了 然后万事互相效力 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然后就是按他旨意 被招的人 故此他借圣灵也使我 有永生的确信 并且使我从此以后 甘心乐意的为他而活 我们的确知道 圣灵有很多去教导我们 真理的这些工作 那他所教导的真理 实际上是耶稣基督 已经为我们所成就的 他也借着这些真理 去引导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那目的是什么呢 当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 实际上已经知道人生的终点 甚至说知道我们可以和耶稣 一起得胜以后 他就会再反过来影响和改变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我们每一天的选择 我们可以从此以后 甘心乐意的为他而活 并且圣灵会辅助 不是辅助性的 应该说是决定性的 引导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走向这个方向 就圣灵与 首先圣灵给我们这个确局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心里有这个凭据 还是说就我们知道 这个人生的终点 那其次 当我们心里有圣灵的时候 我们会喜欢神的律 并且会被神的灵来引导 去过我们的生活 所以这叫做 甘心乐意的为他而活 在罗马书十二章 将身体现上活迹的时候 也其实讲到了这一点 这个是他仅仅一问 引用的经文 所以说这个 我是建议大家把这些经文看一看 而且可以把这个经文的前后都看一看 他真的没有断章取义 是确实是按照正义来分解圣经的 这样的 就说这个 就说这个 海德巴尔要理问答 所以说我们来 总结一下 这个第一问 安慰 我们的安慰是温和的 但我们的安慰是有力量的 我们的安慰不是 不是自我中心的 不是服务于我们的私欲的 因为我们的私欲会 把我们带进死亡 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在撒旦全世下的世界 我们的安慰是 不是来自于我们自身行为的意 和敬虔的外貌 也不来自于这个世界 它是来自于耶稣基督 已经给我们成就的事情 我们的安慰不是软弱的 也不是虚无缥缈的 他不是说 开拍你的肩 擦开你的眼泪 然后他就走了 而是他扶你起来 甚至推你把 让我们继续往前走 我们的安慰是什么呢 我们的安慰是来自于 父神的主权 基督的拯救和圣灵 他每天所做的引导的工作 我们的安慰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的 而且我们的安慰 是能够改变我们生命的 也赋予了我们个体生命的目标跟意义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安慰 来自于我们了解 这个自己和历史的结局 我们知道耶稣终将在我们个体上 保守我们得胜 也保守这个世界 进入到他所命定的历史的结局 就比方说查理武士 他想搞 他自己有自己的梦想 他也非常非常的有能力 但是 他的方向并不是历史前进的方向 在历史的背后 虽然历史由我们人民组成 但是历史的背后有一双强力的手 我们而我们基督徒实际上已经了解了这个历史的结局 所以在我们每天个体生命的目标和意义上 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去寻求我们个体的目标和意义 这是来自于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个结局 而且这个结局可以帮助我们 引导我们每天的生活的选择 那这里我加了一句 这个彼得前述一句话 就若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第一问 开篇把福音讲得非常的清楚 然后也是不仅是引用圣经 他其实是用他的话来解释了圣经 真的是建议大家按着圣经给我们的教导 如果可以可以把它给背下来 第二问我就快速的来过一下 第二问还是在讲这个安慰 那他进一步的 第一问是说我们的安慰从哪来的 第二问说实际上是在问我们 你想不想要这种安慰 你无论是生是死要享有这种安慰 有多少事情是必须知道的 有三件事 第一我的罪恶和愁苦有多大 第二我当怎样从自己一切罪恶和愁苦中得拯救 第三我当怎样为这样的拯救感谢上帝 实际上这个第二问把海德宝奥里问答的整个的结构 告诉我们了 首先是罪恶 拯救 当怎样为这样的拯救来感谢上帝 我自己非常appreciate这本 这个药理问答的一个 就是他首先去讲到说 人要应该认识自己 今天有很多人可能觉得自己不需要福音 当然我自己可能也是 也是就曾经也是这样的人 可能是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自己 就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有什么罪恶 这里面他是引用了圣经 但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去自己去反思 因为我们谁都不可 我们不是神 我们谁都不可以去论断别人的嘴 但我们可以去反显我们自己 我觉得可能有些 我自己的一点体会 就是觉得当我们 我觉得可能所有人 如果他年纪活得够大 够大的话 可能都会在回顾自己的人生 也都会发现可能 也许你做过的一些选择 你当时非常非常的确信 你认定的一些事情 认定了一些人 你所去追求的一些事情 你反过来回头发现 也许那不是神的心意 所以我不敢说这是罪 但是我觉得这些是我们应该去反思的 而在这些反思的背后 当我们认识到 我们自己可能不能凭着自己去追求 或者甚至是设立和追求 我们人生目标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才可以去真的靠近神 去依靠神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自己应该 不仅是去看圣经 而是去反思的一个问题 那第二问他讲到了拯救 第二点他讲到了拯救 我们第一问已经说了 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得拯救 他也划定了我们人生的终点 那我当怎样为这样的拯救 来感谢上帝 就我们应该当将自己来献给神 并且去做 所以他这里面提到的好行为是 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被拯救了 因着感谢来做好行为 是为了让别人将荣耀归给我们 在天上的父 而不是为了我们去寻求神的接纳 因为神我们因为信他 已经得到了他的接纳 然后这个彼得前书这段话是 我们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 就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是有这个身份的 我们都是有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 是属神的子民 并且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宣扬 那照我们出黑暗 如其貌光明者的美德 那后面他也写到 当我们被问到我们的这种力量 这种安慰来源于哪的时候 那彼得前书 我们应当用这种温和敬畏的心 准备好去回答别人 那我刚才就是最最开始的时候提到说 这个亚力文大publish之后呢 他又有就就那个沃尔兴有他想的没错 他回去实际上也是也是要经历很多roasting的 就是这个亚力文大就publish之后呢 天主教有一些反对 但很遗憾的就是这个 他的反对的声音是来自于 还是来自于路德宗 然后呢这个路德宗请到了当时 这个查理武士已经退位了 当时另外一个人 我没有查他的名字 请到了罗马当时的皇帝 然后要把这个 怎么说呢就判为异端 然后但是刚才提到了弗里德里克三世 他真的是有智慧也有担当 他在接受审判 或者我们来说讯问的时候 他说了这样一段两段话 就我的亚力文大而言 我任信他 在他页边的经文证明 他是兼顾扎根与圣经的 因此已经被证明是无可辩驳的 而且他会在更长的时间里 证明自己是无可辩驳的 而我所得的安慰 就在主救主耶稣基督给我的 也是给所有信靠他之人的 不可遥憾之确信中 他应许在他德国降临时 我因他的缘故所失去的一切 将会成百倍的归还 所以实际上 这个是他1566年说的一段话 很感恩了 他说了这话 Jome没事也没有死 然后也保存了这本《药理问答》 但是我们今天要知道 当时的宗教改革 实际上不是一件浪漫的事情 是一件付很多代价 哪怕你做的事情 是合身心意的 但是我们的安慰 不在于这个 就不在于我们自己的意义 和这个世界所能给我们的审判 而在于他德国降临时 我们所失去的一切 将会成百倍的奉还 最后今天课程的一个小节 第一第二问的问题和回答 是对福音的完整阐述 希望大家可以把它给背下来 然后概括了神的主权 耶稣的救赎 和圣灵对真理的教导 以及对我们生活的频道 好的 这就是今天的主日学 不好意思晚了八分钟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请问李晨 静牧师在吗 静牧师上哪儿去了 对不起 我也不是很清楚 大家有知道静牧师在吗 我在呀 没有 有什么问题吗 静牧师别来无恙 都很好 都很好 谢谢你 我想今天我们最主要就是这个 课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哦 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 那呃 戴强长老您有什么补充吗 没有 你讲得非常好 谢谢 好 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请静牧师给我们做一个祷告 然后我们结束今天的主日学 我想我们也真的很感谢主 我想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有有这个课程 那我想我们今天第一次 那我想接着这个这个信仰问答 我相信也可以让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信仰也做一个整理 那我想刚刚今天里程我相信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准备好我相信这也是非常好的我们感谢主也让我感谢主 盼望我们这个 借着这个主日学的课程 我想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信仰 那再做一个整理 借着这个要留问答 好我想我们 我相信盼望这几个月 我们虽然可能会因为有很多的神学的思想 但是我相信对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机会 我们也可以面对圣经 面对神的话语也面对我们自己 好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好了 我们感谢你 主 借着你自己的真理再一次提示我们 我们也看到在历史的过程的当中 主啊 这些先贤先圣们 他们不屈服于这个邪恶的势力 他们愿意站在真理的里面 我们愿意用你的话语真理 圣经成为我们生命的准则 主是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声音 有很多的哲理 但是我们的确信乃是在于你的救恩 在于圣经所启示我们的救赎的真理 主我们就恳求你 也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借着这几个月的一个学习 让我们也反思 让我们也把我们的信仰再一次的整理出来 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站在你救赎的恩典的里面 我们也站在你救恩的里面 求主你也是继续恩待每一个老师 我们也为每一个老师们祷告 我们也为李承今天给我们的分享 我们感谢你 求主你就使用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你给我们的托付的里面 我们也可以作为一个传承的一个方式 我们也求主你装备训练 你也是使用 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 也在这新的一年开始 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人生的目的 在特别在这个仍在疫情的当中 我们也借着今天许牧师的分享 让我们也知道来分辨真理 让我们更愿意站在你属灵的这个真理的里面 求主你恩待也求主保守也代理 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靠耶稣的名求 Amen 好我想我们谢谢李承今天第一堂课给我们很好的分享 我们谢谢谢谢他 不知道代强长老有没有什么要报告的事情有没有 我们真是感谢李承她的认真准备 而且现在后面的话呢 每一位老师都手头有教材 按照就是都是以 刚才李承也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了 怎么样来教 其实这个这个教材的话呢 我也是第一次接触 所以说我们所有的老师 我们一起来共同来学习 也来一起来那个交流怎么样探索把这个课能够交好 所以我们一起成长 谢谢主耶谢谢大家 好好谢谢谢谢 好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 好好谢谢李承 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